这女孩子在问啊 你到底有没有别人 有没有 当然没有啊 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她 请不吝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觉得这些够吗 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吗 你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游戏 一打游戏 就完全忘了吃饭忘了喝水 每次你一打游戏 我就给你送吃的送喝的 送过来之后你就只顾自己吃喝 完全也不关心我的生活 但是我打游戏就一个小时来左右 也不是每一天都打 但是她就像 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不停地打电话给我 然后信息完全就是不停知道吗 然后信息的内容前面是抱怨我什么不出去陪她 不陪她逛街 不陪她吃饭 结果后面的信息很莫名其妙知道吗 突然就跟我陪 对不起啊 我打扰你之类的话语 可是我当时就是 就是特别生气 所以才跟她发短信 问她到底在干嘛 但是她又很久没有回复我信息 我怕她生气 所以我就跟她道歉 我要不是喜欢你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也知道你是在乎我 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给她发信息 说我已经到家了 然后跟她报一个平安嘛 但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恰巧那一次我手机是没电了 确实是真的没电了 她就像发了疯一样的 跟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打电话 这样让我很尴尬知道吗 嗯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收不到你的信息 你就不会用你朋友的手机 给我发个短信报个平安吗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 我回家以后是可以跟你解释清楚的呀 但是我回家以后跟她道歉过了 她背蛋不听 直接跟我大吵一架 你发了疯一样的找她 你去担心她什么呢 因为后面我发现 她和前女友就是一直都在有段思联 所以 哦 所以是担心她不回电话 有其他的隐情 对 因为是这样子的 有一次 她喝醉了 她喝多了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她和前女友要不是因为距离 根本就不会分手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她自己 还有她前女友 其实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根本就不是她想的那样 嗯 因为我只是回口一说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可是你们之间 为什么会有金钱的来往呢 还有金钱来往 其实那件事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 因为有一次她在飞机场 然后睡着了 可能误了航班 然后她就打电话向我求助嘛 这个时候她已经打电话了 难道我不帮忙吗 哎 就是你分手前分手后啊 分手后 这个时候我已经跟她在一起了 可是 可是你都是有女朋友的人呢 前女友一个电话 她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朋友 她没有父母吗 她为什么不给父母打电话 凭什么给你打电话呀 但那一个情节的情况下 她已经开口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难道我直接拒绝吗 她让你干嘛了 我就是给她打钱了嘛 她找我借钱 可是后面她还一直都关心 她前女友到哪里了 一直都在不停地发信息 你怎么发现的 后来我 我看到手机 有那段聊天记录 所以发现 你都不知道删了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删啊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真诚一点嘛 没必要说这种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 我没必要去 刻意去删掉 但每天就喜欢多想而已 可是我觉得她要是怕我多想 她就干脆不跟她联系了呀 为什么还要一直这方面那方面的联系 其实你每天就是把所有的关注点 全部放到她身上 所以才会挑题大做 自从那件事以后 不管我是上班也好 下班也好 她总是左一个信息 右一个信息 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我见客户 我吃饭的时候 她也不停地给我发信息 难道我见客户的时候 一直拿着手机 你觉得这样礼貌吗 可是我是因为太喜欢你 所以才会一直连着你呀 我当初追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你也没有说不喜欢让我改呀 我没有说让你改 我只是说希望你稍微独立一些 不要每天连着我 这样让我接受不了 我知道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